为了响应进捐基金会小黄帽交通安全计划的行动 捷安相长5号上午在捷安创客站与相公所客家文化志工 共同呼吁社会大众支持交通安全教育向下扎根 全国每年有超过千名儿童在道路行走时发生伤亡 而交通安全教育关联更需要从小扎根 为了响应进捐基金会小黄帽交通安全计划行动 捷安相长游淑珍5号上午在捷安创客站 与相公所客家文化志工 用国客语共同呼吁社会大众支持交通安全教育向下扎根 一块亲手同行 把伤心归零 吉安相支持小黄帽交通安全计划 老买共和国府生人 快快乐都去乎到天天很很很穷 乡长游淑珍也和志工们仿效学童排路对方式步行在吉安路二段 走到对面的全家便利商店投下了一元捐款象征着一块户筒 每年在全台有千位的儿童在过马路的时候造成了伤害 我们希望用一块钱把伤害降到零 也就是我们无伤害的一个教育交通安全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们今天特别响应我们到全家 投一块来组起我们交通儿童教育的防护网 我们全力支持小黄帽交通安全计划的执行 游淑珍表示公共事务必须凝聚众人力量才可以有效达成目标 因此邀请吉安湘热心服务林相的客家文化志工 前来响应进军文教基金会的小黄帽交通安全行动 请大家支持小黄帽交通安全计划 正式学童行的安全交通防护计划 借刘明胜吉安湘报道